小秋天胖虎刚接回家的时候 天天体弱多病 经常拉肚子 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打针 持续了三个月 我尽量努力照看好他 现在的胖虎终于 变成了一只健康的大胖子 胖虎每天早晨五点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拔在阳台上 规划大阪的未来 这个是胖虎最爱的玩具 哎呦 挂在高的地方 看它能不能够扰 哎 这 太胖了 跳不起来 腿长就是好 哎呀 差一点 差一点 还是你乖哈 sit sit 嗯 还是你乖 还是你聪明 还是你漂亮 长得可爱 你看这家伙长得像大狗熊一样 丑天犬 整的都是钓毛贵 再看看柴犬 钓的更严重 嗯 你也想吃了 放火你也想吃葡萄了 你吓我一跳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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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